江江江江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绅士 喜欢我的节目可以点下关注 三连支持一下 提前谢谢大家 咚咚咚 今天呢小熊给大家带来这么一幅画 然后呢画的主体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小萌闷 对不对 然后呢他带着一个巫师帽 穿着一个斗篷 后边有个包 包上还有个毯子 然后包下面呢 还有一根隐藏着魔法力量的小木棍 对不对 小木棍上呢还站着一只小马巧 其实呢说了这么多 今天画呢就是一个小魔女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呢 我感觉小魔女这种形象呢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画过 其实刻画起来也比较简单 第一要有帽子 第二要有斗篷 第三呢要有神秘的魔法力量 对不对 然后后期呢我画背景之后我还会加上一些小乌鸦呀 加上一些神秘的黑暗色彩 让它看起来呢更魔幻一点 现在呢开始上肤色 很多小伙伴呢看了我这么多年视频了 还是不会画肤色呀 对不对 今天呢我就再给大家重复一次啊 其实这个肤色特别特别简单 用猪红加上一点点橙色 再加一点点土黄色 然后加很多很多水 把它调淡 然后抹在这个皮肤比较深的地方 比如说两个腮呀 鼻头啊 额头啊 这些地方抹上几笔 然后再拿一支笔 蘸着水 然后呢 把这颜色抹开 就形成了一个淡淡的肤色 你又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一不小心一滴鼻血 滴到了自己的白色衬衫上 然后呢你就极力的 想要拿一张卫生纸 沾着一点水 把它给抹掉 然后越抹越匀 越抹越匀 虽然颜色淡了 但是它扩散的更大了 就是这种效果啊 然后这个眼睛怎么画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小魔女呢 我给她画了一个 非常性感 非常迷人的眼睛 这就是传说中的 蓝紫色星空眼 对不对 这个眼睛呢 其实就是用群青 还有这个天蓝 还有这个紫红 三个颜色 通过三个色块的叠加呢 形成了一个眼睛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左上角给它留了一点点小高光 然后中间呢 是一个大瞳孔 边上加重一下 这个眼睛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头发呢 也是和眼睛用的一样的颜色 只不过呢 稍微浓了一点 稍微淡了一点 这么一个区分 看到这呢 很多小小伙伴就怀疑了 就纳闷了 就在想 哎 小熊呀 那他的头发 究竟是蓝色的 还是紫色的 小熊毫不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他的头发是灰色的 你不信 等你们看到最后 一定会肯定我的答案 这就叫小熊的视觉欺骗 这个小魔女的头画完了之后呢 这时候 啃救小伙伴忍不住就要问了 忍不住呢 就要发弹幕了 哎 小熊呀 那这个小魔女 她有什么魔力呀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魔女 她都会有魔法 那今天这个小魔女 她有什么魔法呢 这就不禁让我想讲一个故事 故事呢 发生在阿塔塔 玛丽塔塔大陆 在这个大陆呢 有一个非常英俊 帅气又富有才华的小伙子 叫做世神熊小 有一天呢 世神熊小来到了集市上 看到了一个天真可爱 楚楚动人的小魔女 这个小魔女呢 她把帽子摘下 把背包也卸了下来 把背包上的毯子平铺在了地上 背包放在一边 然后把身上这根小木棍啊 插在了旁边的土里 从包里拿出了 一个破瓶子 一个破罐子 一个破盒 一个破饭盒 一个破碗 冲着世神熊小呢 看了一眼 然后说道 哼哼哼 小伙子 过来过来过来 来看看啊 我这都有什么好东西啊 大青年制 大青年制 乾隆碗 大明王朝 树口碑 乾隆年制 做便器 雍正欲用 键盘侠 哼哼哼哼 半赏的功夫 世神熊小 就把自己所有的钱 全花光了 背着一袋子 破瓶子 破罐子 回了家 这就是传说中 楚楚可怜 引人夺目的 小魔女的魔力 形片树枝 小嘴 抹了蜜 然后咱们继续往后画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画这种小魔女啊 其实我挺推荐 各位小伙伴们 都画一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特别好画 它好画在哪呢 它好画在 它会一般会穿着一个斗篷 而这个斗篷呢 你只需要绘画一折就可以了 它就能把你里面 大多数的肢体啊 里面的衣服呀 裙子呀 这些东西 全都给省略掉 你这么想想 是不是觉得 哎 好像是那么回事哦 好像是很简单 没错啊 如果你画什么万圣节的 这个画的话 你可以画一个床单鬼 对不对 画一个床单鬼 你就只需要画上几条 这个不折 啊 你就完全连脸都不用画了 对不对 是不是感觉 哇 好偷懒 好轻松 其实呢 一点也不轻松 就比如说 咱们今天画的这个 它的这个斗篷 然后我就觉得下面有点空啊 所以说我就在下面呢 画上了一圈装饰的花纹 这装饰的花纹呢 就上面写上 2323923239 以此类推啊 其实是我想 我想画上一点 比较复古 比较特别的符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画完之后 就有点像239239了 然后这个斗篷呢 处理完一些外面的一些小阴影 小不折之后呢 咱们再在上面呢 用比较深的一个线 去刻画几条比较深的不折 然后再勾一些边 其实这个 呃 斗篷的一个效果就呈现出来了 这个效果还是 比较容易刻画的 也推荐大家呢 可以效仿一下 然后后面呢 画了就用这个斗篷下面的这个深色啊 顺着呢 把后面这根小树枝 给涂起来了 然后小树枝上呢 不要让它太单调 加点细节 画上了一个这个 小绳 把它给缠住 然后呢 上面呢 画上了一点生命之源啊 这个断了的小树枝上 又长出了一只小绿叶 对不对 这么看起来 是不是感觉有 勃勃的生机感 然后后面呢 这个毯子 也不要让它太简单 也要稍微加点细节 装饰装饰 包括它身上 还有小星星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呢 你画也可以 不画也可以 但是呢 你画上就会让这幅画面呢 看起来更细致一点 别人也可能注意不到 但是只要他注意到了 他就会觉得 嗯 原来这还有这个呀 哦 原来那还有那个呀 就觉得 哎 好惊喜 好惊喜 给人有种惊喜感 最后呢 咱们刻画背景 就画这个乌鸦嘛 对不对 你一提这个 呃 女乌鸦 呃 什么魔女呀 之类的这种元素 其实一般人第一想到的就是乌鸦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咱就乌乌扬扬的画上了 一二三四五六 啊 六只小乌鸦 然后呢 再给他画上一点飘落的羽毛 其实这样的话 整个背景就看来很丰富了 对不对 很多小伙伴就不知道怎么画背景 其实没必要画的太复杂啊 就简单的用一些规整的东西去装饰一下 然后再画一些不规整的东西 这里面规整的东西呢 就是这六只鸟 对不对 这六只鸟就很规整的在飞 然后不规整的东西呢 就是它们这个扑冷翅膀的过程中啊 洒落的这些羽毛 对不对 这些随意的在这飘来飘去 就给人一种乱的感觉 整家乱 融合在一起呢 就给人很丰富的背景的感觉了 对不对 然后再简单的处理一下 这幅画就差不多画完了 江江江江江江小魔女 得给她起个名字啊 嗯 我想想啊 这么可爱的小魔女就叫她 小嬷嬷吧 对不对 哎 小嬷嬷你真可爱 你身上还有鸟 好 今天这幅画呢 也就给大家画完了 希望大家也都能学到有用的知识 一提到今天画的这个小嬷嬷呢 就想到她两个大眼睛 一提两个大眼睛 我就想到 是不是你们也有两个圆圆的东西 可以给我投一下呢 咱们下次再见 祝你早安午安 下晚安 拜拜